今天我们来到车展跟大家来看一下 在目前合资紧测型SUV保值最高的这款几款车型 广汽本田浩颖 这款车是东风本田CRV的修论版本车型 它在上市之后整体上的销量可以说丝毫不会输给本田CRV 这款车目前三年平均保值率也是能够做到76.98% 本田浩颖在上市之后销量方面一直表现比较不错 2021年总共拿下超过16.1万辆的销售成绩 上月又是9145台的销量 目前官方指导价16.98万到25.28万收销区间 在市的车型总共有10款车型 包含燃油版本车型以及它的4款混动版本车型 那么这款车型目前优惠方面表现怎么样呢 其实相对来说优惠还是手艺比较不错的 给大家聊一下 本身这款车的优惠是能够做到1.1万到2万之间的 但是呢目前他们又根据国家购置税减半的政策 又补了另外一半购置税 让这款车型直接是得到了全面购置税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把原先优惠的部分再迁进去 这样一来的话 基本上还是属于过购置税减半的一个政策 至少要比另外一家好像要好一点 这个一点点吧 本田浩宴这款车在市场当中比较走量的车型 其实并非是入门车型 而是它的两驱豪华版本车型 这个版本车型落地在20万左右 我们就以20万的价格为准 那在三年之后还残余的价值是在15.4万 也就是相当于每年这款车折损大概是在1.6万左右 本田浩宴这款车型 它的这一个豪华版其实就是属于第三个配置的 因为它的入门级车型是手动挡的车型 第三个配置是属于自动挡的次低配 选择合资车大多都是以低配以及次低配为主 毕竟高配版本的车型在多年之后 它相对应的一个保值会略为偏弱 毕竟很多电子系列的一些配置会落 东风每年CRV在摄像当中销量确实是非常可观 同时目前也有着较好的优惠 它在保值率方面的体现也是属于前几名的 这款车它的三年平均保值率能够达到75.78% 东风每年CRV目前这款车型销量较好 2021年全年总共是21.1万辆的销售量 在上个月又是11594台的销售车型 目前官方指导价16.98万到27.68万市场区间 总共有17款车型 包含燃油版本车型以及混动版本车型 那么在目前这款车型优惠有哪些呢 是不是像往传的那样呢 往上所传的那样有可能是真的 但是在目前这次车展上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即便是有可能也不会说出来吧 那么这款车目前它一个残余值怎么样 在优惠方面本身这款车型它是能够做到1.4万左右的 不过呢我们国家有着购置是减半的补贴 是基本上接近于一半的一个价格 相当于大概是这款车型的也就八千块钱左右吧 除此之外呢 车展是有这么一丢丢的 这款车它的次低费版本车型 叫做1.5T的舒适版 是市场当中比较走量的车型 也就是属于手动挡的日门级车型 之前路列大概是在18.7万 现在差不多是在18万左右 如果以18万这个价格为基础的话 它在三年之后差不多还是能够拿下13.5万的一个余值 也就相当于三年损耗了4.5万 每年差不多是在1.1万出头 如果是选择CRV 个人还是比较推荐选择低配版本的车型 高配版本的车型并不是特别推荐 毕竟在多年后高配版本车型 其实还不如低配版本的车型 在价值性方面更高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车主来说 亏的有更少一些 一气风天的容放 家用紧凑型SUV 被称之为城市SUV的鼻祖 这款车呢 确实在市场当中的保值率 保有量都是属于非常不错的 这款车型 它的三年平均保值率达到74.74% 风天容放销量方面确实非常可观 2021年总共是拿下超过19.9万辆的销售成绩 这台车在上月还拥有着12254台的销售量 目前官方制造价17.58万到26.08万收销区间 总共在售车型有10款车型 目前这台车优惠就好 那么这款车型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呢 本身它的优惠是能够做到9000到1.1万之间的 现在呢毕竟是有着国家购置税减半 以及还有着车展补贴 所以说这款车型基本上是能够做到小2万的 在市场当中一般低配版本的车型都是属于保质要高于高配版本的车型 而这款车比较走量的恰恰是它的入门及都市版本车型 之前落地是在18.3万 现在是不是在18万内就能够落地了 对吧 我们以18万为基础的话 那看一下它的三年之后的余值大概是在13万多 也就相当于大概折损的是在5万左右 每一年也差不多是1.6万左右吧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选择这款车的入门及车型就行了 因为入门及车型主备的安全方面的配置是共用的 其他方面配置确实比较偏少 这点也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认可的一个配置 相对来说还是低配版本车型 比高配版本车型多年之后的残余值要更大一些 东风日产齐骏 这款车在目前市场当中销量相比之前来说确实下滑很多 但是也不得不否认 齐骏在市场当中的保有量依然很高 这台车的保值率还是能够达到68.28% 齐骏在2021年总共拿下超过10万台的销售成绩 大多都是老款车型贡献的 新款的三康齐骏现在 目前它的月销售成绩也不过是1600台左右 现款的三康齐骏官方指导价18.19万到26.29万收下区间 在售有8款车型 目前优惠相比前段时间加大许多 在2022年上半年齐骏正款车顶多优惠在1万块钱左右 但是现在不一样能够达到1.5万到2.5万之间 除此之外也是具备国家各车市减半政策 所以说在原先的技术上又能够增加1万来块钱 选择这款车型在市场当中更多的是偏向于它的两驱舒适版本车型 这个版本车型之前落地是在19.6万 现在19万以及19万以内 按照这个价位来算的话 三年之后的传业值也是接近于13万 也就相当于每年折损2万块钱左右 奥迪Q3这款车定位是一款紧凑型SUV 其实相对来说它在市场当中也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个保值率 以及保有量 这款车它的三年平均保值率也达到了67.83% 这一次车展奥迪给奥迪Q3这款车 它给出了全免购置税 以及也免掉了交枪险 整理优惠补助比较偏大 乘载车在市场当中销量还非常不错 上个月是5595台 目前官方指导价27.88万到32.36万收下区间 在市场当中它的入门级的车型 还是属于较为走量的 落列大概在25万左右 在平时奥迪Q3这款车是能够做到5万到6万这样的一个优惠程度的 如果再加上车展的一个全免购置税 再加上免去交枪险的话 是不是在原先的技术上要更大一些 入门的车型是1.4T版本的车型 之前落列是在25万左右 那么是不是就更小了 如果按照25万这个价格来算 以这样的保质来说的话 它在三年之后还能够剩下16万左右的一个余值 那么在去除去除三年 那么每一年大概是多少呢 也不过是在三万左右了 如果对于操控以及动力没有特别大需求的话 奥迪Q3选择1.4T版本车型就够满足我们的一个实际用车了 毕竟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 排面和面子还是很重要的对吧 好 这么几款车型就给大家说完了 主要供大家参考一下相关的优惠主要还是以参考为主 毕竟每个地区的优惠补贴也是会有所不同 一群 那 领 法 Ads 感谢观看